好接下来我们看例题11 他说如图三角形ABC中 D1分别在AB跟AC上 且这个D1我把它画出来了 跟这个BC是平行的 好 如果三角形ACD的面积是30 我们把它标出来 ACD在哪里 ACD 这个蓝色的三角形 好假设他的面积是30 他要求三角形A B E的面积 A B E在哪里 用粉红色好了 A B E在这边 要求这个粉红色A B E的面积 怎么算 好 我们来看这三角形蓝色的ACD跟A B E之间有什么关系 首先第一个他重叠了这一块 这一块三角形A租1 在蓝色三角形里面有 然后在粉红色三角形里面也有这一块 所以他们两个这一块事实上是重叠面积非常大的 唯一有差别的在哪里 就是粉红色的这一个三角形他多了这一块橘色的部分 那在蓝色三角形他多的是哪一块呢 多的是这个绿色的这一块 那我们来看看粉红色这一块跟绿色的这一块有什么关系 这个D E它既然平行BC 因此这个三角形B D E就是粉红色这个部分 我把它涂颜色涂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部分 跟绿色的部分 我一样把它涂颜色涂给大家看 跟这个绿色的部分 它是怎么样 同底等高三角形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底都是D E 高呢 我的高啊 往下做垂线在这里 我把它延伸过出来 我的高在这边 粉红色的高在这里 绿色的高在哪里 往下做垂线 他的高在这里 那因为他是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嘛 那平行线之间会处处等距 所以这两个高一样 所以他们是同底等高三角形 既然同底等高三角形 面积就相等了 所以蓝色的这个部分 跟粉红色的这个三角形 其实面积就一样了 那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就写说 题目要求的这个三角形A B E的面积 图面A B E在这里 他的面积我把它拆成两块 一个是ADE 另外一个是B DE 会等于三角形ADE 再加上三角形B DE 好 其中这个ADE跟ACD里面也有这一块 那这个B DE跟这个CED 它是同底等高三角形 所以我把这个B DE 前面ADE不变 前面ADE不变 但是我把后面这个B DE 换成B DE在这里 换成这个CDE 三角形CDE 那这个时候我这个三角形CDE 跟原本的ADE加起来 就是等于刚好是ACD 所以它就会变成三角形ACD 那三角形ACD的面积 题目告诉我们说是30 所以这我们就做出来 三角形A B E的面积是30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在考什么呢 它只是把这两个三角形叠在一起 它叠在一起以后 它有一块是重叠的嘛 另外没有重叠的这一块 这两部分呢 它刚好是同底等高三角形 所以它其实就在考 这没有重叠的这两个部分 它是同底等高三角形 所以面积相等 因此这两个三角形A B E 跟这个ACD 它面积其实应该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这一题就讲完了 好 好